然后我们继续再看一下就是发现这个板块 发现这个板块的话 就是您是可以在这里找到就是比较多的视频 或者是一些新闻 或者是技术分析的工具去支持你做就是交易的 就比如说在这个这里 我们是可以看到就是一些金融产品的新闻 然后这里可以看到它发布的时间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财经日历这一块 财经日历这块的话 它这边是会出现就是后面可能会发生的一些 对金融市场产生影响的一些事件 然后您可以在这里查找就是它这个事件的一个重要性 比如说像这个中国外商的一个直接投资的年率 它的重要性是中度 然后英国的这个零售额月率 它的重要性是高度 英国的一个零售额月率是中度这样子的 然后的话就是您还可以在这里查看到 就是它这个数据就比如说 这个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年率 它的前值是多少 它的前值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是15.6% 然后预测值是多少 然后这一次的本次值是多少是15.6% 然后点击进去我们还可以继续看到它这个就是数据的一个就是之前的一个总是分析 通过财经日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后面有可能会对金融市场所产生影响的一些就是重要事件 一起去判断您应该就是如何去做这个交易